今天我们接近去吃一家名叫阳城美食的店 这家店是一家专门做粤菜的餐厅 由一位餐饮界大佬推荐 业界数一数二的牛逼人 我跟他去聊福利去了 福利虽然还没定聊没聊下来 但是这个店真的是我从他口里套出来了 据这位大佬说 就三里屯附近的粤菜馆厨师 下了班都去那吃 已经正常已经地步了 自己做菜都不吃 去他们家吃 你想想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去品尝一下这家阳城美食 味道到底怎么样 Let's go 到地儿了 我们把车停在了马路边上 饿得我有点前胸贴后背 我操头八点半了 还没吃饭 想去你是吗 新中间手续 这能进吗 用扫码吗 您好 没事 五月三到地儿了 阳城美食 公体店 Let's go 审计我来了 您好四位 这个里面装 广东华 人传 我人传 那怎么样 来一个走地鸡 一只还是半只 来一只 来一只 它有半只吗 来一个桑拿鸡有的 桑拿鸡可以啊 桑拿走地鸡吧 走地鸡 对也要善的 桑拿鸡是一种吃法 对 它就不用煮 它是上面蒸 蒸 所以叫桑拿鸡 三个鸡是大佬推价 因为它菜单里没有 它有隐藏吃法 决决大肠来一份 决决大肠 辣碗包一碗 来一份 好谢谢 这是蒜 这是蒜块利用的是吧 对 广东人吃饭都得蒜 这个蒜讲究 这就是拿茶水蒜的 蒜完之后 1个干净了 2个带着 2个香 哇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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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错 我自己换来自己的 自己换来自己的 自己换来自己的 上了4种小料 姜 姜加香油 原来挺香 是吧 原来挺香 这个是吧 没有 酱油 海鲜酱油 海鲜酱油 这上面这个是什么 这上面应该是辣椒餐 这应该是辣椒柳肉吧 小米辣的 放上 海鲜汁加小米辣 小米辣 咱们具体辣 这样子最调的 就是像香油 你要不辣的 不辣的 要吃辣的 这个酱汁 好 好换一下 我们家自己调的 自己调的 自己调的 这个 蜜汁加亮 蜜汁加亮 谢谢 我们自己来一下 我自己来一下 哥比较挺牛逼的 哥比较 不是 不是 牛 牛逼 牛逼 我操 烧挪 中东台的这个 经典烧挪 它的烧挪 特别厚的一层瘦肉 然后上面几乎没有肥肉肉皮 啥一个 啥一个 好多鲜 很瘦 只有上面一层皮是肥的 主要主要 这个酸梅酱也挺简腻的 酸梅酱 然后没吃到脆是吧 还是没碎 我先学点广东话嘛 然后我们说 对不起怎么说 我说我不说对皮 这就是白切花肚鸡 那跟清远鸡又不一样 是不一样 应该还不是一屏幕 你看这个花肚鸡这个皮是黄的 它其实特别嫩 还是不柴 但是巨白 吃巨白没什么味儿 主要是吃鸡的嫩劲 你多蘸点香荣吃 它味道都不一样 是吗 我蘸一下 它炸的香荣吃就是香荣的吧 对 它这个 还有血 它这应该是熟跟不熟之间那种 半生不熟 不是 你看它的皮跟肉之间 它直接是有层洞 肉皮洞 就皮跟肉之间 是不是这个鸡特有的这种东西 鸡头熬汤是 鸡头熬汤 鸡头熬汤 肉放上吧 鸡头放底下 这个三大鸡 这菜单也没有 菜单算没有 但是客人多几个 会吃的人才有 就是隐藏菜单 就是隐藏菜单 现在跟普通鸡的区别在于 它绝育了之后 它就心无旁骛就疯狂了吃 吃完之后它这个就非常鲜的 你看肥吗 肥啊 超级肥啊 它这心无旁骛 除了吃的就是照顾小鸡蛋 它要干嘛呀 不用身材管理了 对 它没用啊 谁会喜欢你呢 对吧 这不能跟你精神恋爱吧 柏拉图 柏拉图是恋爱 汤哥总 鸡头上 这就是去骨的肉 这就是扇鸡 腌过了很明显的 有红杆 有狗鸡 还有香菇 这个我特意查了这个 桑拿鸡 三分钟 18 179 那你记着吧 别吃饭了 哈哈哈哈 绝大肠 海椒 柿子椒 鸡康丽 看还行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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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大蒜 鸡的也没那么咸啊 它这可能应该是根据北京商口味感觉 但是大概是那个方向 那个味道是那个方向 对对对 没有偏的也太多 这应该好吧 我尝尝三分钟 哇 人家说的桑拿鸡啊 我尝尝多 对 特别的嫩 看啊 桑拿鸡 这是扇鸡 尝尝 特别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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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煮的只好吃 好吃多了 这个原汁原味 原汁原味 哇 这真棒 还没过过水 这个 这鸡皮 绝对 这绝对 尝尝 平常有没有广东厨师来这吃饭 有的 会有 什么都熟人 因为 不熟的 都有来的 都有来的 他说这也属于广东客户 一般吃不着 一般吃不着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一盘到时候熟的时候 就旧米饭 辣味煲仔饭 哇 烫吧 来看啊 包转一半 包转一半 我刚才没发音 包转一半 哇 我感觉他酱油放了 稍微少了一点 小吃点 就这鸡身 没法 还有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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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哇 他们没有什么 你瞅啥瞅一张 他要饭了 哈哈哈哈 好嘞 好嘞 这鸡就是嘎巴 尤其这鸡皮 圆了 真好吃 而且我觉得吃这个吧 比吃那个烧火锅啥 要更健康一点 对 大老就是大老 会吃啊 会吃才会做 行 我也吃差不多了 最后一口 好吃 吃完了 点评一下 就说一下他们家这个桑拿扇鸡吧 这扇鸡真热 总体来说就是有点热 这个扇鸡加上锅底310分钟 3分钟板机蒸熟 然后让它这个油脂全都附在这个鸡肉的表面 所以它这个味道特别的浓郁 就鸡那个鲜味 浓酥鲜 人也说了 这鸡没进入冰浆里 就直接就是新鲜的来 腌完之后就拿来就蒸了 怪不得这帮厨都上这儿来的 所以我们用个科学打份法 给他打了一个4.61分 这回我们人均吃了155块钱 我觉得还可以啊 像下比也外边OK啊 而且这家店那个环境 它是开在小区里的 环境也就是没什么环境 而且营业到凌晨2点 如果有喜欢吃的小鸢 可以过来品尝一下 这家店是在 北京市朝欧阳区新中街酒楼5号 行 今儿就这么粥 下回给大家吃点别的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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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